批哥四三宫排名看点十足 李克勤排名争议最大 倒数第二枚淘汰 节目组真给他面子 批荆斩集四正在热播 在本期节目中 哥哥们完成第三轮舞台公演 并公布三宫哥哥们的个人喜爱之排名 本轮舞台公演的排名可以用看点十足来形容 倒数第二竟没被淘汰 节目组真给他面子 各位读者 你们关注到了吗 第三轮舞台公演结束后 尤长静三宫个人喜爱度第一话题 瞬间登上热搜 因为在第三轮舞台公演中 尤长静获得第一名 三宫个人火力值结果公布 大部分网友关心的都是谁获得第一名 从而忽略一些有趣的看点 看点一 李克勤排名波动影员关注 在赛季出的舞台上 李克勤以其身后的演唱功底和独特的舞台魅力 一举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这不仅让观众对他充满了期待 也让他成为了夺冠的热门人选 然而 比赛的走势并非一帆风顺 随着比赛的深入 李克勤的排名出现了波动 在第一轮的舞台公演中 李克勤的表现依旧出色 但排名却下滑至第四名 这一变化虽然引起了部分网友的关注 但大多数人还是对他的实力抱有信心 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起伏 果然 在第二轮舞台公演中 李克勤再次凭借出色的表现 重回第一名宝座 这一成绩似乎印证了他在比赛中的强劲实力 也让他的粉丝和支持者们欢欣鼓舞 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第三轮舞台公演中 李克勤的排名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仅获得了第六名 这样的结果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网络上关于李克勤能否夺冠的讨论 也愈发激烈 不少网友认为 李克勤的排名变化幅度如此之大 可能预示着他本季夺冠的可能性正在减小 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 排名的稳定性往往被看作是选手综合实力的体现 而李克勤的排名波动 无疑给他的夺冠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如此 仍有不少粉丝和支持者坚信李克勤的实力 他们认为排名只是暂时的 真正的实力派选手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逆风翻盘 李克勤的舞台经验和音乐素养 仍然是他在比赛中不可忽视的优势 无论如何 李克勤在比赛中的排名波动 已经成为本季比赛的一大看点 观众们都在期待 这位经验丰富的歌手 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调整状态 再次展现自己的实力 向着冠军的位置发起冲击 看点二 傅新博排名逆袭成交点 随着比赛的推进 第三轮舞台公演中 傅新博的排名上升成为了 另一个备受瞩目的看点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舞台上 傅新博可谓是因祸得福 在一场意外中获得了 展现自己的绝佳机会 由于杜海涛选择屋顶着火这首歌曲 而他们部落中只有傅新博 具备唱跳的能力 这使得他不得不迎难而上 挑战这个对他而言颇巨压力的舞台 面对这样的局面 傅新博没有退缩 他硬着头皮上了台 却没想到这次的表现 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他的业务能力得到了 网友们的广泛认可 舞台上的魅力也被更多人所发现 傅新博的这次演出 不仅让他自己感到惊喜 也让观众们对他的印象焕然一新 在第二轮舞台公演中 傅新博的排名仅仅是第14名 这样的成绩在激烈的竞争中并不突出 甚至有些边缘 人A到了第三轮舞台公演 他的排名确及技般的上升到了第9名 这样的逆袭在比赛中实属难得一见 傅新博能够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出圈 确实不容易 他不仅在短时间内提升了自己的舞台表现力 更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的排名快速上升 不仅是对他个人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他舞台魅力的认可 这次排名的上升 对于傅新博来说 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更是一种鼓励和动力 他的成功逆袭 成为了比赛中的一大亮点 也让观众们看到了选手们 在压力之下潜能的爆发 傅新博的故事 无疑是比赛中的一个励志典范 激励着其他选手也要勇于挑战自我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看点三 维里安低调稳定 镜头少排名高成话题 在激烈的比赛中 除了精彩的表演和排名的波动 还有一种现象 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 那就是维里安虽然镜头不多 但排名却始终靠前 这一独特的现象 成为了本季比赛的又一看点 胡夏因性格稳定 不内卷自己 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囤主 他在比赛中总是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 人爱与胡夏相比 维里安的低调更加引人注目 他的出场镜头并不多 但每次排名公布时 他的名字总是稳居第一梯队 维里安的低调和稳定 让他在比赛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感 尽管他的曝光度不高 但他的实力和人气却不容小觑 他的排名不仅靠前 而且非常稳定 这在变幻莫测的比赛中显得尤为难的 到了第三轮舞台公演 维里安再次展现了他的稳定实力 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 甚至排在了实力派歌手李克勤的前面 这一成绩的取得 尤其是在梁龙和维里安部落整体排名倒数第一的情况下 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维里安的这种表现 让很多观众感到惊讶和好奇 他的低调和稳定 似乎成为了他在比赛中的一种独特策略 他不需要过多的镜头来证明自己 而是用实力和稳定的排名说话 这种不明则已一鸣惊人的风格 让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这一看点不仅展现了维里安的个人魅力 也引发了观众对于比赛公平性和选手策略的思考 在镜头和曝光度并不完全决定一切的情况下 维里安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 真正的实力才是比赛中最可靠的因素 看点四 倒数第二枚被淘汰 倒数第三出局 第三轮舞台公演的紧张氛围中 节目组增加了一项新的规则 那就是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制度 这一规则的引入 为比赛增添了不少悬念和变数 哥哥们在正式登台表演前 需要先通过小组考核的考验 而那些表现不佳的部落将会面临红牌的惩罚 如果这些部落的火力值没有进入前两名 那么火力值最低的哥哥将不得不遗憾离场 在这次小组考核中 梁龙和维里安的部落不幸获得了红牌 根据比赛规则 这意味着他们部落中火力值最低的哥哥将会被淘汰 最终 袁成杰因火力值不足 遗憾地结束了他的比赛旅程 而另一位被淘汰的哥哥是宁环宇 他的离开同样让人感到惋惜 紧接着 节目组公布了哥哥们的个人喜爱之排名 这一排名的公布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在排名中 宁环宇位于倒数第一的位置 而袁成杰则排在倒数第三 人A 令人意外的是倒数第二名的杜海涛却意外的没有被淘汰 这样的结果让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都感到错愕 毕竟按照常理 倒数第二名的选手通常也处于危险边缘 这一结果反映了比赛规则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 尽管杜海涛的排名低于袁成杰 但由于他们所在部落的表现和火力值的差异 最终命运却大相径庭 袁成杰的出局 让许多人对红排制度的严厉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同时也对比赛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 这样的赛果无疑给其他选手敲响了警钟 即使是排名不是最后 也可能因为部落整体的表现而面临淘汰的风险 比赛的不确定性和残酷性 让每一位哥哥都必须全力以赴 为自己的去留而战 观众们也在这样的规则下 更加关注每一位选手的表现 期待着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创造更多的精彩 看到这样的情况 很多网友都觉得 袁成杰和宁淮宇真的太可惜了 明明都是业务能力超强的哥哥 结果个人喜爱度却非常低 在第二轮舞台公演中 宁淮宇为了让舞台变得更好 他努力地成全大家 结果从整体上看 他的表现并不出彩 也就是说 他没有负辛伯那么幸运 从网上传出的消息上看 第四轮舞台公演 杜海涛进入油掌镜部落 而他顺利地进入第五轮舞台公演 杜海涛获得倒数第二名没有被淘汰 主要是因为赛制 毕竟有的哥哥是幸运的 而有的哥哥运气不好 从官方发出的预告上看 在第四轮舞台公演中 0713将参与录制 网友们都表示自己已经迫不及待的 相信选歌组对环节必定会十分精彩 各位读者 你们如何看第三轮舞台公演排名呢